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潘宗华 全球的金融市场在紧张的气氛当中开始了新的一年 因为全球原油的产量不减反增 国际油价在5号的时候暴跌到每桶50美元的关卡 然后再加上希腊可能会退出欧元区的利空冲击 欧美的股市也齐升下跌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 环球经济社的社长林建三社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为听众朋友您分析评估新年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油价下跌以及股市下跌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为什么 我们先问候林社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怎么新年一开始油价跌然后股市也跌 这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次全世界股票大跌可以说是2015年的全球经济的一个破题 那么5号那一天就说为什么才一开始就马上会大跌 它主要是两个这个引爆点呢 一个呢就是这个西德州原油的这个期货价格呢跌破了50块美金嘛 也在同一个时间呢这个欧元呢也跌破了1块2毛美元的这个价位 也就是它它就是这个欧元不值钱那么它变值 变值欧元变值 因为它是用一个欧元呢换多少美元这样来算 原来这个欧元刚刚成立的时候啊 它是期待呢应该是一个欧元呢应该可以换到2块2块5毛钱的这个 这个是当时在这个1991年的时候他们所设定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合理的对价了 可是现在我们看看呢如果说跟这个当时欧元出租成立的时候啊 这2块2块5毛钱这样的那个那等于是等砍掉了一半 砍掉一半还多 砍掉一半还多 所以这个油价的这个下跌跟那个跟这个欧元的这个贬值呢 是造成整个这个欧洲股票市场跟美国股票市场大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爆点 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我们呢在看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时候啊 这个西德州原油期货是一个指标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海的布伦特石油啊 实际上这个北海英国的北海布伦特油呢 它是代表一个比较高质高品质的这种油啊 那么西德州原油呢是一个比较平价的这样的一个原油 实际上这个布伦特的这个这个价钱呢 也都是一直往下掉的这种状况啊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当然就说因为我们应该是在这个2014年的这个12月下旬啊 多数的这个预测呢 就看了看准了说这个欧美呢 联合沙兽地阿拉伯呢 要打了这个低油价的战争呢 他就有可能要把这个油价呢 要降到这个50块美金以下 而当时的这个预测认为说 因为这个在下跌的时候 它一定会是一个摆荡的过程嘛 他们认为说可能会破35块 那么也就在5号这个这个市场跌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国际上的对这个油价的这个看法 又更悲观一点 他们到底是说乐观还是悲观 就是说它会跌到呢 要破了30块美金以后啊 才会回档 才会回档 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回档呢 未来呢 可能在这个今年呢 整个整年里面呢 就有叫回档的这个 最大的可能大概就是停在 差不多50块加减10块美金的这个位置啊 也就40块到60块美金这样的位置嘛 不过这里面呢 就是说出现一个吊诡的一件事情了 本来这种油价的这个下跌 油价的下跌呢 是对全世界的工商业都是利多的下跌 因为可以节省成本 对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嘛 那么理论上讲 就是说这个油价下跌呢 那么工商业的成本这样低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供给呢 更没有这种压力 在这种状况下 是有助于这个工商业的这个复苏的 对 那算一算 可能GDP也可以成长一点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在这个5号的这个 尤其欧美股股票市场的这种狂跌啊 他其实他这种心理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对这个股票市场的这种 信心的一个恐慌症 是一种心理的因素 应该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 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基本上呢 这个油价的这个对的 因为我们看到从2008年呢 世界金融海啸以后啊 所有国家的这个鼓励措施呢 都是集中在这个怎么样维持金融业不倒 像银行不可以倒 像这个所有这个证件交易公司 不让公司不让它倒 房地产公司不让它倒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事实上呢 从2008年以后呢 不管各种QE啊 就是量化宽松的措施 或者什么做这个财政的激励啊 其实对工商业的这个复苏的这种助力是很小的 都是没有做的 所以反而是这个油价 这个油价的这个这个下跌呢 它对这个工商业的这个帮助呢 是非常实质 而且非常有长期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就是从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条件 还有它这个经济的这种因果的这个关系来讲呢 这个以这个工商业的股票为主的这个股票市场啊 应该是会在这个它下跌的时候应该要上涨才对 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恐慌的来源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今天可能这个油价下跌以后啊 第一个呢会在总体经济上会造成这个全世界通缩的问题 就是通货紧缩的这个问题啊 他说这个通货紧缩呢 就造成了两从2013年到2014年呢 全世界经济的复苏 没办法复苏的一个一个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通缩这个问题恶化的话 那么就表示呢 2015年这个经济呢 是还是会起不来 就是说总体经济来讲呢 可能会不好 但是对个体经济来讲 这个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看看这个状况呢 不过就算以我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观察 就欧美股市的这种骤然的这种变化 它是应该是一个一时性的短暂的这种恐慌的 投资人的信心受到冲击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亚洲的股市啊 像台湾的 台湾也跌了 韩国的 日本的 也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呢 因为是在 1月5号 这个是欧美1月5号 就是我们的6号 我们的6号 昨天 我们的这个反应 也是一种即时性的一个反应 也是没有好好去看看 它为什么跌的这个原因 只是看到 欧美股市跌 我们就跟着大跌 就跟着大跌 所以这种大跌呢 应该是短期的现象 有一点礼盲的这种状况 基本上就看 还是要看到这个整个经济的基本面 就是因为这个油价跌以后呢 实际上呢 对于所有亚洲国家 因为亚洲国家都是这个石油进口国家嘛 对 都是石油消费国家 也是高度这个输入能源的这个消费国家嘛 所以这个油价的这个下跌呢 普遍上呢 对所有亚洲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利盗 很重大的一个利盗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亚洲股市的这种 对这个欧美股市的这个呼应呢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道理 没太大道理 是比较不理性的 感性的成分 大于理性的这个成分 我觉得就是说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效应呢 也许就在一个很短期 我想不会超过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了 应该就会比较平稳正常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最当下的这个一个即时的这种变化啊 他的一个一个观察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您邀请的是环球经济社的社长 林建三社长在节目当中啊 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社长稍微为听众朋友评估一下 这个欧元贬值的原因 还有这一波啊 因为这个希腊选举的不确定性啊 大家也很担心说 希腊会不会退出欧元区 那这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是讲啊 就是说这个希腊的这个选举呢 是在1月25号 我现在充满着不确定性 我们距离到25号 所有很多的这种不好的那个东西 都在这个时候呢 开始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预先的这种反应 我们现在大家看 就是像以希腊那个来看的话 就是说 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过去这两年啊 过去这两年 实际上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 接受了这个德国的 这个欧元区的职委会 那个当然那个执行委员会 主要是以这个德国来主导嘛 就强制要他采取这个财政准节政策 财政准节就是削减社会福利益算 削减掉这些公务员的这个待遇的这个 就是说 主要是公部门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的 滥放福利这件事情呢 他们给他做很大很大的那个 所以这个 当然就造成社会上很多的这个民燕嘛 这个这个是 享受福利多了的这种国家呢 一下子把这个福利拿走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很不能适应 所以这个反对党派呢 当然就在这样的这个状况下就结起了 那么这一次的25号的这个选举呢 看起来好像这个要反对呢 这个准节措施的这个反对党派 民调领先 他的这个民调有稍稍多了这个三个百分点 好像有这样 所以就因为这个多了这个三个百分点呢 就造成这个国际间的对这个 他的前途的一个恐慌 一个一个呢 认为说 他很可能会当选 很可能当选 那他可能就要跟这个德国去谈判 要跟欧元区的这个职位会去谈判 看到那个放松他们的准节 那等于就是把这个整个欧元区的这个 因应的欧债危机的这些对策呢 整个要把它破坏掉一样的 他等于是把他这个这个基本的这个措施呢 就一下子就让他破功了以后 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但实际上我们在讲这个很严重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就当然有人就讲 你这个希腊如果推出的话 他可能造成的这个影响会大过于这个 次贷风暴 他说这个 这个Lemon Brother的这个 Lemon Brother的时候 他们这个倒 他的这个破产呢 是8600多亿美金嘛 那讲他讲到希腊一个国家的 那个大概 希腊大概差不多是2500亿美金左右 这样的一个GDP 那就说如果那个的话 那2500多亿弹比这个 雷迈兄弟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嘛 实际上希腊的这个经济规模 大概等于半个台湾大了 大概等于半个台湾大了 所以他的那个负债的这种 或者说他可能造成破产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在次贷危机的时候 其实他整个这个国际金融破产的这个泡沫的这个是15兆5000亿美金 那是一个很庞大的呢 所以说要把这个希腊的这种退出 或者希腊的这种那个会偷垮这个欧元区的这个 这个哪来跟这个次贷风暴来做相比拟啊 这个是有一点太过了 有点太过了 这个是太过了 我觉得我们就说一下把这个很小的这个事情 等于就是你把它放大了这个 好的一个一个小侏儒 你把它放大成为一个巨人的这样的这个 这种方式来看待他 我觉得是太抬举他了一点 倒是这个这个欧元区呢 因为这个这个 他这个东西来来这个 骚扰以后啊 可能会对他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对策呢 会有这个会有影响 因为本来呢 在这个今年的这个春天啊 这个Dragi 就是他们的那个那个 欧元区的这个 欧元区的这个中央 中央银行总裁呢 德拉菊 他就是希望说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能够推出欧 欧洲版的这个 这个QE嘛 量化宽松 大概差不多在这个量化宽松呢 他们可能要推出大概一兆三千亿欧元 那是一个蛮大的 蛮大的一笔数值 很大的一个 那么这个东西呢 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 目前呢 所蒙受的这种通缩的这个问题呢 是会有帮助的 因为现在这个欧洲的这个通货紧缩呢 它的通货膨胀率大概 原来还有0.4 现在降得更低 大概只有0.1 那他们很希望说能够把这个 用这个印钞票的这个方式啊 能够把这个通货膨胀率提到2以上 提到2以上以后啊 它就会产生这个经济 可以继续往前进的这个动能 它主要就是在这个 那么这个因为有了这个 希腊的问题的这个干扰 它很可能就会 就会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它会变成多出来一个变数 一个思考的变数 所以就国际间为什么会认为 什么希腊这个呢 它可能就是说 这个希腊的这个进退呢 可能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对策啊 所以他们就有一点 有点过度恐慌 就过度关注 有点过于关注 产生的过度恐慌 所以我想大概 情形大概是这个样子 不过呢 今天我看那个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梅克啊 跟他的这个 德国的财政部长 那个最主要的这个 整个欧元区的这个职位会 其实就是听他在那个 在这个安排的啊 那他们已经做好这个打算 认为说即使在最坏的状况之下啊 这个希腊退出呢 应该呢 这个整个欧元区的这个 完整性跟他的这个健全的 这个健康的这个程度 应该不会受到 应该影响不大 因为他太小了 是 因为他整个欧元区的这个 这个来 他占了这个GDP的分量也好 或者是人口啊 或者他经济的活动 因为本来这个希腊就没有 工商业也不是很发达 大概都是靠观光 靠这个港口的这个 这个转运服务 这个是他最主要的 还有一个他的很重要收入 就是以前呢 俄罗斯的这些大横 那些这个应该是讲那个地下经济的钱 很多存在这个 存在希腊 大概就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经济来源 大概这些呢 说实在对于这个整个欧元区的发展的影响 并不大 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可能我们很多国际的投资人 当然包括台湾的这个投资人在内 可能对这样的这个情势呢 也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 比较这个理性的这种 这种这个研判 跟在这些方面去做这样的这个观察呢 可能对自己的这种 这种将来在这个投融资的这种策略上呢 可能会比比较好的一个 比较正确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看法出来 是 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谢谢环球经济社的社长 林建三社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深入的平息了 这一波全球金融市场 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的变动 包括油价的下跌 跟这个欧美股市的下跌 我们非常谢谢林社长 谢谢